有名將破網表示 晚上騎車回家的時候 在馬路上看到了一個小小的物體 在路上奔跑 後來呢 定住一看 發現就是一隻穿山甲 好可愛 太可愛了吧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當時穿山甲呢 是行走在這個道路上 而且呢是極力的 不斷努力的想要加快速度 但是呢 旁邊卻不時傳來了 這一個狗沸聲 這個目擊的騎士呢 表示說 擔心這一隻穿山甲 會被這個狗群給追趕 因此呢是一路護送他 到了旁邊的宿叢裡面去 這個地點其實是在台南的觀廟 當時呢民眾表示說 他準備要回家 結果呢就在路上看到了 一隻可愛的動物 被野狗追 當時呢看到他在路中間 所以呢這名騎士 一靠近的時候呢 野狗就往後退 所以他就決定要這樣 護送這一隻穿山甲 平安回家